昨天和我们天津本地的一位藏家聊天 就说到近期的这个拍卖市场 可以讲是学与兴风 就是各个品类 就是这些缺少稀缺性的作品 在近期的拍卖市场当中 简直就是说形成这种彩踏的局面 你像那个近期 你像那个嘉德拍卖 举行的那几场那个慈杂的那个专场 像那个就是像康熙五彩的作品 那估价都到了一千到两千人民币了 当然最后成交的这个价格 和以前就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那你像这种情况 在这个艺术品收藏当中 它那些真正就是没有虚学性的这些东西 它就会形成这种状态 以前我给朋友们做节目 说过这个 你比如说像康熙五彩作品 那些民谣作品 大量的在市场当中有包有量 在这个市场景气的时候 大家就是收藏这类作品 到了现在这种市场低迷的时候 大家一旦想到以后一块出货的话 那这些作品就会造成彩踏 那你像那个三十公分 那康熙五彩的那磁盘 品项这么好的作品 那都价格 这估价就估一千到两千人民币 当然最后成交都在它那个估价的基础上 都大幅度的提高了 当然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成交价也不高 就要和前几年那个零售价比都差了好多 因此像这个艺术品这类作品 把它作为投资对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这个稀缺性的问题 就是不具体稀缺性的作品 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是有稀缺性的作品 就是在市场人气不旺的时候 也可能影响到它的这个估价 你像那个价格推出的 也是以前英国藏家的那个旧藏 荷花池塘 这个堆塑的 还有荷花展杯啊 这两件作品才估价 也就是一千到两千人民币 最终也就是以一万多人民币成交的 这些价格在前几年 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像这种作品呢 在这个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你没有稀缺性的作品就不用说了 有稀缺性的作品 在这个时候也会受到迫及 那就得看你当初啊 买这类作品那个价格 在什么价位上了 你比如说你像那个 2016年呢 在加德重交的一对 就是它那个来源是 中华民国政府唐绍仪的这个旧藏 60公分直径的一对 这个康熙五彩 陆鹤同春的那个花牌 当时估价700到800万人民币 最后是800多万人民币成交的 后来你看看这作品呢 2016年到2020年 这隔了四年 再次上拍的时候 2020年正是在疫情期间嘛 估价就是200到300万人民币 最后是以500多万人民币成交的 它这次的成交价格和上次 那就差了很多了 将近三分之一了 你2016年到2020年 你还要不要算这几年的这个通货膨胀造成的因素 你像这样的作品 那就讲就是在这个 如果作为投资的话 那就亏的太多了 因此像这类作品呢 正在市场低迷的时候 其实也是藏家呀 入市寻找那些呀 就是值得收藏那些作品的良机 但是那些真正呢 就是在这个有稀缺性 在这个价格低谷阶段 你又能够以低价买下来的作品 那在将来 那才是真正有爆发力 将来有投资前景的作品 像这种啊 像康熙五彩作品 以前我给朋友们做过不少节目 这类作品尤其是在民间呢 它那个保有量太大 名气大 保有量也大 再加上这些年的这个从海外回流啊 因此可能对它的这个价格呀 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像那个康熙呀 他那个官邀作品当中 那些精品 我看在拍卖上 还是出现的 这个几率不高 大多数都是那些这个民谣作品呢 在那个拍卖市场当中啊 就是形成这种市场的饱和状态 对那个价格形成这种压力 因此啊 在这种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啊 寻找那些有稀缺性的 价格又低的作品呢 是藏家入手啊 或者说这个时间建立自己收藏了好机会 这个对有一些人来讲 它就是一种这个危机 对另外一部分来讲就是机遇 也就是说像这些艺术品啊 在这种那个经济低谷的时间段呢 它的那个价格起伏比较大 就是给一些人创造了机会 同时也给另外一些人造成损失 它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啊 谁收藏这些东西了啊 你在那个合适的价位得着了 那你将来就有这种升值和爆发的潜力 你在那种低价位的时间段 你买的高这时候给卖的 你只能是割肉啊 相对于明清时期这些著名品种啊 你像宋代的那些这个 就是珍稀的那些品种啊 它的这个绝对数债还是要少得多啊 因此像在这个市场低迷的时间段呢 你像藏家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 入手一些这个低价的 像宋代的那些精品的作品呢 这个时候肯定是个好时机啊 这个时候买完了以后 拿着等到下一期这个经济周期起来以后 再把它拿出来 就是大家普遍追随着这些这个藏品啊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稀缺性啊 都不是特别理想啊 在市场好的时候啊 大家一锅锋的上啊 对这些作品争相请购 它最关键的就是说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这些作品它出的时候也会形成财榻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买的那类作品呢 一定要三思而行啊 挑选那些啊 最有这个艺术性 最有稀缺性的那个作品 下手就在这儿啊 这个艺术性啊 决定了它的稀缺性啊 艺术性不高的那个作品 或者说它那个艺术水平 在它那个同时代都属于是一般性的那个作品 肯定不稀缺啊 而那些真正的 就是说在艺术上 有那个比较高的造诣 或者说在那个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那些作品 那肯定它的稀缺性 要优于这些普通的品种 因此朋友们 不要在这个时间段呢 过于气馁啊 要懂得呀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恐惧啊 像这种啊 就是在艺术品市场当中 这种逆向性的思维啊 在什么时候都管用 当大家都追随这些作品的时候 你最好就慎重远离这个市场 当大家都恐慌 都抛售的时候 已经都形成踩踏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找机会